大家好 我是营销总监金华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爱多美成功的第一步 以及成功的方法 董事长曾经说过 在爱多美 杰出经销商是最完美的成功者 也就是说 达成杰出经销商 是我们在爱多美成功的第一步 大家都知道 杰出经销商 就是在12个月内 连续12次或12次以上 达成营销经理或以上职级 那么很多伙伴会问 达成杰出经销商 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董事长说 当我们没有达成 杰出经销商之前 我们可能偶尔 一两个月达成了自己 而过后几个月 又没有达成自己的时候 我们的消费群体是不稳定的 但是如果我们连续12个月 达成12次或以上 营销经理自己的话 这说明我们目前的消费群体 已经很稳定 其实我们现在几天不维护 这些稳定的消费群体 依旧会自动去消费 这时候就有了非常稳定的收入 生活有了保障 这能给自己一个很大的信心 也是克服一切困难 坚持下去的动力 我认为在爱多美 想要取得最终的成功 杰出经销商 就是一个坚持的基础 只要基础打得足够好 足够牢 未来的成功就是水到渠成 我经常听到有些伙伴问到我 说不知道怎么开始做爱多美 我想告诉大家 公司早就把成功的方法 给我们准备好了 那就是成功八阶段 那成功八阶段分别是什么呢 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梳理一下 刻画梦想 下定决心 列出名单 邀约见面 事业说明 后续跟进 辅导交流 复制分享 首先第一阶段是刻画梦想 大家在开始爱多美事业之前 不是急于盲目的去做分享 而是首先要找出自己做爱多美的最恳切的理由 我为什么要做爱多美 通过爱多美我到底要收获什么 一定要刻画出清晰而且远大的梦想 如果梦想足够大 那经营时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小问题 反过来梦想很小的话 那遇到所有的问题都是大问题 所以说 刻画什么样的梦想 就决定了我们在爱多美成功的高度 梦想只有大 清晰才能克服一切困难 能够坚持下来 有些伙伴可能会说 梦想刻画的那么不切实际 根本达不成 比如我现在住在六四坪的房子里 你让我刻画将来住在三百坪的大别墅 我觉得根本不可能实现 我想说你之所以不敢刻画 或者认为梦想遥不可及 那是因为你没有把梦想拆分成 一个一个小目标 比如为了住上三百坪的大别墅 我每个月的收入需要有多少 年收入需要多少 那我通过爱多美几年能实现 每天要邀约几位顾客 给几个人传达爱多美的产品 给几个人分享爱多美的事业 当你清晰地列出目标之后 你就会发现实践并不难 接下来要做的事 就是只剩下坚持再坚持下去 当你足够的专注和坚持的时候 你会发现曾经那么遥不可及的梦想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触手可及了 那第二阶段就是下定决心 在决定开始经营爱多美事业之前 我首先做了两件事 一件事我去参加了爱多美的成功学院 另一件事我把手里所有的一辈子 做过来的事业全部割舍掉了 有人会问为什么 万一爱多美不行怎么办 不是可以给自己留条后路吗 我就是不想给自己留后路 有后路的话 如果遇到困难 困难 人会非常容易想放弃 想着算了吧 还是做回原来的老本行吧 但是后来后路真的好吗 要是好的话 我们不会来了解爱多美 他只是因为熟悉 所以觉得容易而已 我们就是给自己懦弱 找了个借口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一件事如果没有斩断后路 下定决心去做 是绝对不会快速成功的 我是在参加公司成功系统的时候 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我认定爱多美这个事业 是非常庞大的事业 而且是我们老百姓能成功的 可遇而不可求的事业 为什么这么说 我给大家分享四个关键词 第一是大众精品 爱多美的产品是符合流通本质的 生活刚需品便宜又好用 又环保又安全 所以注定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消费者一定会蜂拥而至 第二是无限市场 这是一份口口相传的事业 不需要靠自己的人脉 只要坚持分享下去 没有能力的人 也能找到有能力的人 大家一起抱团 共同努力 人人都能成功 而且这是个覆盖全球的事业 你一个人到不了的地方 无数伙伴都能帮你到达 第三是均富 爱多美的事业 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 是一群人抱团取难 集体成功 第四是成功系统 公司把手把手教你做事业 我们不需要任何的后顾之忧 因为我看懂了这四点 所以我做爱多美的决心是 任何事情都无法动摇的 第三阶段是列出名单 如果说前两个阶段 解决的是心态的问题 那么从这个阶段开始 就是正式经营事业了 很多人只能列出 想到的人 但是我是这样列的 我们可以把名谈分成三类 分别是ABC A是你身边经济状况非常好 非常有能力 同时认知水平也比较高 亲近一些的人 B是跟你关系稍微远一些 经济条件中等 认知一般的人 C是任何条件都不满足的人群 那么沟通的顺序是什么呢 很多人都说先从看起来非常优质的A类人入手 但是我通常都是从看似最不好说通的C类人入手 为什么呢 因为C类人群通常成功率最低 那么在跟C类人沟通的过程中 会遇到很多阻碍 这就锻炼了我沟通的能力 让自己的沟通技巧更加成熟 即使C类人失败了也无法 因为有了这个练习的过程中 成长后 我们再去沟通优质顾客的A类和B类人 就大大提高了成功率 所以我建议A类人和B类人 一定要快速把自己武装好后 变得优秀 再去聊 此外呢 名单不是固定的 要后续不断地进行补充 做市场过程中 转介绍进来的和陌生人 也要不断地更新到名单里来 争取最长一周更新一下名单 做好这一步之后 下一步就是分析名单 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 具体跟进 比如一个人现在生活过得很困难 让他一开始接触产品 就要从价格低的日常用品开始 如果直接推荐 换利盈这类价格相对高一些的产品 也不是刚需品的就很难切入 会把人劝退 让人觉得太贵了 我用不起 我们可以从对方承担得起的 洗洁精 牙膏 牙刷 这类产品开始 反正他在用也便宜 只要替换一下就可以了 很容易切入 分析名单可以帮助我们 更精确地了解顾客的人群画像 方便我们更加精准地分享到产品 第四阶段就是邀约见面 也是很多人觉得最难的一个阶段 前期可能顾客在电话里说得好好的 但是就是约不出来 很多人这时候说了一次 被拒绝就放弃了 董事长说过 不说一百遍 等你没说 我们必须要反反复复地邀约 邀约时不要急于暴露自己的目的 千万不要让人家觉得 我们是在推销卖产品 在推广什么项目 要消除顾客的顾虑 而且要注意 也不能连续频繁地邀约 约了两三次约不来 那就可以先放个半个月 一个月再邀约 但一定不要断平时的情感链接 多在朋友圈里或群里赛一赛 我们做活动的视频呀照片等 引起对方的关注和兴趣 让他主动来参与进来 那还有一个大家普遍的问题就是 有的时候对方不是真的想拒绝 他只是害怕 怕融入不进来 这时候我们平时多沟通聊 大家都是普通人 我们有普通的宝妈 也有上了年纪的老年人 让他们知道我们群体的多样性 让他消除自卑感和玻璃感 这样他才能放下顾虑 融入我们的集体 第五阶段呢 是事业说明 事业说明的重点在于 让顾客知道 爱多美的企业文化和 爱多美事业的愿景 但是我们经常会遇到 有人说 你不用给我讲文化和愿景啥的 你直接告诉我 怎么赚钱就行了 这种时候我是不会直接讲事业模式的 我会告诉他 我们公司是不一样的 然后让他耐心去了解 爱多美公司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爱多美唱得的文化是什么 爱多美大众精品的定位 然后再去讲解事业模式 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 会让他真正了解爱多美的与众不同 爱多美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我们平民百姓通过劳动性的收入 十年二十年不仅不会有改变 还会被替代 还有可能会越来越不好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爱多美是真正为平民百姓而来 不管是当消费者还是经营者 都可以通过爱多美受益 也是给老百姓打个翻身仗 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工具 况且爱多美没有任何的投资风险 人脉风险 法律风险 人人可为 只要我们自用分享 都可以获得成功 第六阶段是后续跟进 大家不要为了剪芝麻而丢了西瓜 好不容易有一个顾客分享成功了 结果就是因为 人家暂时不用产品了 就不跟进了 又去开发新的顾客 要不但循环地跟进 半年不用 没准一年以后就用了 只要是加进来的货源 我们一个也不要去丢 你分享的再多再快 没有能长久下来的都没有用 后续跟进的时候 对于失业者 我们要不断地进行邀约 让他们紧紧跟上公司系统 对于消费会员呢 我们要做好售后服务 随时跟进新品的分享 根据产品的不同和会员类型不同 对会员定向跟进 在争得对方同意之后 进行加访 到他家里去 看他用什么产品 让他尝试替换爱多美的产品 此外呢 家访的时候 一定随身带一些小产品 有些人可能会想 他这次来 又会给我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小惊喜呢 让他们有个小期待 还要注意 不要一下子分享太多的产品 要循序渐进 根据个人情况去跟进 并且后续跟进并不是要求 大家每次都聊爱多美 我们也可以聊点别的 说说家常 链接情感 人与人之间 有了信任后 分享产品 就会事半功倍 第七阶段 辅导交流 这个阶段强调的是沟通 团队上下不沟通 信息不流通 不共享 是绝对不行的 如果不和伙伴 及时有效的沟通 就不能及时掌握伙伴的状态和情况 我们要非常了解伙伴 每天在做什么 不断的去给予伙伴需要的帮助 这也是一种情感链接 会增加团队的粘性 同时辅导交流是一个双向过程 无论是领导人还是伙伴 都要主动找对方沟通 领导人要主动去了解 伙伴的现况和困难 经营者要主动去和领导人 打开心扉去聊 这就跟夫妻关系是一样的道理的 是双向的理解和扶持 很多沟通不到位的新伙伴 一旦有点困难 就很难见识下去 就放弃了 领导人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放弃 无法帮助他 我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 一个人掉水里了 及时沟通就等于拉他一把 让他很容易上岸 不沟通就等于等他也没了 很难再救活 大家要多多跟自己的伙伴建立信任 多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 这样人家会跟你有情感链接 会敞开心扉去聊 这样我们的团队才能有足够强大的凝聚力 最后一个就算是复制分享 首先领导人把自己变成一个好处 给大家一个学习的榜样 要先让自己更优秀 不断地武装自己成为优秀的领导人 只有自己先做好了 伙伴才能复制得好 复制好了就会产生好的裂变 会结出更多好的果实 如果我们自己没做好 是一棵烂树 伙伴跟着复制的 就会越复制越差 越裂变多 越糟糕 结出来的都是烂果实 那有人会问 如果做好自己呢 答案就是 自己一步一步地做好 成功八决断的每一个步骤 复制给伙伴 这样常常复制下去 我们经营埃顿美事业当中 不管是自己还是伙伴 出现任何问题 只要认真遵循成功八决断的 每个环节去找 一定能找出出问题的根源 成功八决断是 我们做埃顿美取得成功的灯塔 埃顿美为经营者准备好了一切 拥有了一套完整的公司管理系统 拥有一套完善的教育培训系统 拥有一个全球统一的结算系统 这让经营者推广埃顿美事业更加的容易 所以对于经营者来说 与埃顿美合作意味着得到的是一个全球的市场 全球的事业 全新的成功模式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拥体验 资源分享 走入成功系统 严格按照成功八阶段 逐步成为一个专业的家庭消费规划师 或专业的家庭生活指导师 从而收获幸福美满的人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